这个女人手握两根铁锥 毫不犹豫地插进电源孔中 不出意外的成功触电 身体哆嗦 满头炸猫 还好她的老板及时出现救下了她 女人名叫恩真 之所以这样 就是为了找回自己的记忆 但她的老板却希望她 一直能留在这里 因为恩真像个女超人一般 只知道干活 不知道累 炒菜 打扫 生外卖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同样 也是因为有她的到来 电影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两年就干出了相当于七年的收入 对老板来说 恩真就像是上天 送给她的礼物一般 其实老板一直喜欢恩真 不敢表白的她 打算夜晚来个霸王硬上宫 她认为 只要他们有了共同的孩子 就算恩真恢复了记忆 也不会离开自己 可恩真虽然失忆 但潜意识一直是个狠人 一脚就将老板踹飞出去 一脚醒来后的恩真 全然忘记了昨晚自己的经历 只觉得 这个喜欢睡在地上的老板 是个怪人 喜欢恩真的 不只有老板 连房东都被她折服 这天 房东来拉面馆 找到恩真 拉着她的手开始 长篇大论 教她如何做生意 同时还色眯眯地看着她 轻轻摸说着她的小手 没想到 刚问的恩真 二话不说 直接掰舍房东的大拇指 起身送客 隔壁的摄影师 也一直默默地 喜欢着恩真 每人都会悄悄地 为恩真拍照 虽然老板很喜欢恩真 但她18岁的女儿之前 却并不待见她 这得知父亲要和恩真建立新家庭时 更是打心底厌恶恩真 恩真对此却浑然不觉 依旧每天努力工作 快乐又充实 闲暇至于 恩真也没有停下寻找记忆 虽然恩真失去了记忆 但她却发现 自己能够非常灵活地 运用刀和剪刀 切起柴来 更像是玩炸机一样厉害 但自从发现自己 高超的玩刀技术后 她更对自己以前的身份 感到困惑 这天 她从一本书上看到 被雷击可能恢复记忆 于是 在某个雷雨交交的夜晚 恩真手持铁闪 四处趁闪电 结果闪电并不搭理她 于是她又找到心理医生 开始催眠治疗法 结果这次有了效果 在梦境中 恩真看到了鲜血和一把剪刀 自己还在跟一个红鱼女子打架 医生建议恩真 把剪刀长期戴在身边 看看后期能不能想起点什么 于是同时 一个男人正在世处 寻找恩真的下落 此人证实恩真帮派的二把手 原来恩真失踪之后 帮派迷你暗里被别人肆意欺负 这让二把手不得不着急 寻回恩真来主持大局 可是一年找了好几个月 都了无音讯 但她从未放弃过 依旧在努力寻找 这天恩真来到银行 正巧碰见三个劫匪 常接银行 刚开始 恩真和其他人一样 害怕地跪在地上 可就在这时 从厕所出来一个孕妇 看到眼前的景象 吓得直惊呼 劫匪健壮 就将孕妇一把料到 还对她拳打脚踢 这一切都被心地伤量的恩真 看在眼里 愤怒的她 不自觉地轮起拳头 一跃而起 干犯了那名大人的劫匪 接着 潇洒转身 直接踢飞 剩余两名劫匪 学后消失 身长功于名 晚上 回去拉面馆后的恩真 突发奇想 认为会功夫的自己 曾经可能是名 杂技演员 不然 怎么可能打败 三个 持刀劫匪呢 这种那次 见义勇为之后 恩真就开始了 自己的热心实验 在市场 见到大省 被卖菜的男人欺负 上去就将男人 打得苦涎凉 这让邻居对这个大大 泥泥的恩真 心生欢喜 这天 将恩真回家怒赏 正好碰到了志贤 被几名同学欺负 二话不说 恩真冲上去 分分钟搞定了几名同学 让他们心服口服 顺便帮他们美人 照了一个非竹牛发行 这件事也改变了志贤 对恩真的看法 反倒帮助爸爸 追求恩真 另一边 对手帮帮的老大卷毛 正在着手一项 商业规划项目 此人心狠手辣 他要将拉面馆 说债的整条街的商铺 伸手上来建一个大型商场 为了省时省钱 他安排手下实施暴力威胁 逼迫商户们 在合同上钳指划压 一时间 整条街怨声债道 可大家群情激愤 但也是敢怒不敢言 恰好此时 恩真建议勇为的事迹被报道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社区主任也顺水推舟 推举恩真成为商会会长 有了恩真的带领 群众们会更有力量 反抗黑恶势力 恰好这一幕被卷毛看到 得知恩真是一个 一打三的密害人物之后 便吩咐手下 给一份他们家的外卖 准备会一会恩真 结果一言便认出恩真的身份 两人可是有 不共戴天之仇的 曾经 恩真将卷毛打成重伤 卷毛一直在找机会报仇 这次终于有了机会 经过调查 卷毛得知恩真失忆的事情 当天夜里 卷毛找来杀手 准备偷偷干掉恩真 手下却在这时提议 应该先唤醒恩真的记忆 再杀掉他 这才算得上 真正意义上的报仇 卷毛一听迟话 觉得很有道理 密码决定就这么干 接着他吩咐杀手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 恢复恩真的记忆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杀手开始变着发的 来到恩真面前 怒纹身 拿剪刀 绣肌肉 却都无济于事 恩真连看都不看一眼 甚至觉得 这个男人就是个傻子 绝毛眼看 无法帮恩真找回记忆 瞬间 没了耐心 直接吩咐杀手 找机会动手 也就在此时 真上来了个 美女酒吧主管 他凭借傲人的上围 加火辣的身材 将镇上所有的男人 迷得神魂颠倒 这天 主管碰巧 遇见了恩真 觉得恩真也受了他 来到拉面馆吃饭 看到恩真的一瞬间 便愣在原地 原来他和恩真 也是旧相识 可此时 失忆的恩真 并不记得他是谁 他想尽办法 想要帮恩真 找回记忆 却被当成神经病 赶了出去 郁郁寡欢的主管 走在街上 正好撞到一名男子 顿时 晨光乍蟹 这一幕正好被 准备动手的杀手看到 瞬间目光被吸引过去 同样被吸引的 还有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他目目转睛地 盯着主管 完全没注意到 面前的杀手 精致撞向杀手当步 杀手被撞飞出去 从此 再也不是一个真男人 回去后的主管 第一时间将此事 告知了二把手 翅日 二把手便带着两名小弟 找到拉面馆 向恩真下跪请追 恩真及众人 也从二把手口中得知 自己是黑帮大姐大的身份 但他并不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二把手拿出恩真之间的照片 所有人被这一真相 吓到了 这个消息 很快便传遍整条街道 他们都认为自己 被恩真所欺骗 对他死亡至极 其中也抱过女儿 智贤 他对黑帮分子 可谓困之入骨 更讨厌 恩真装好人的模样 也然在天台 发生了争执 拉扯之中 恩真不小心 打了智贤一巴掌 升级的智贤 轮起木棍 就要和恩真 拼个一丝握火 为了躲避智贤的攻击 恩真施主 摔下天台 重重地跌落在 垃圾桶上 一瞬间 所有的记忆 涌入脑海 原来 失忆那天 两大帮派发生了 激烈的打斗 自己的手下 刮不敌重 恩真即使出现 救场 但这打斗过程中 恩真不小心 被人一脚踹下天台 刚好跌落在 运输活计的货车上 恰好这时 货车遇到急弯 一个飘移 就让恩真 甩飞下来 还弄得 满身鸡毛 喝得醉醺醺的老板 正好路过池地 准备解决一下累积 却听到旁边 传了电话铃声 这才发现 地上躺着一个女人 她将恩真的电话 一把丢进水里 拖着恩真 往自己家走去 就这样 恩真成为拉面馆的一员 恢复记忆的恩真 第一件事 就是找卷毛谈判 她希望卷毛 能够放过 这条街上的商户 可卷毛 拿回听她的建议 现在 正是她报酬的 最佳时机 于是吩咐 一众笑地 将恩真团团包围 这混战 随即拿开了序幕 虽然恩真身手了得 但双拳难抵四手 更何况 她一人单挑 既是好小弟 就在她节节败退之时 一直喜欢她的摄影师 及时出现 将她救走 见纸状 卷毛气急败坏 为了能报仇血恨 卷毛命令手下 抓来的智贤 并以此为要挟 让老板找到恩真 另一边 受伤的恩真 被摄影师带回家中 包扎伤口 当得知卷毛 为了找到自己 抓走了智贤 二话不说 准备带人杀过去 可令她意想不到的事 现在的帮派加上她 一共只剩下四个人 为此 恩真准备 单刀附会 第二天 便单枪匹马 杀到了卷毛的老超 这时的她才发现 原来老板为了救智贤 欺骗了自己 恩真也瞬间 被找到准备的手下们 团团包围 在对方的人海战术下 恩真很快便被打倒在地 在这危机时刻 被女儿折骂 而良心发现老板 回来救下的恩真 自己却不幸被刀捅伤 可恩真势胆力薄 已经无力反抗 就在她要被乱棍打死自己 二把手带着一众手下赶到 洪荒之力爆发的恩真 一剪刀干掉了 领头的打手 可申负重伤的老板 已经回天发术 凝世前 将拉面馆的钥匙 交给了恩真 此时 街道的商户们 也手持武器杀了进来 原来 他们得知恩真为了救人 不惜牺牲自己后 也纷纷赶来致冤 因为在这段相处的时间里 他们都受过恩真的帮助 并且 他从未做过一件坏事 还为他们排忧劫烂 这深得街坊邻居的喜爱 在邻居的帮助下 恩真抓住了卷毛 但他最终并没有杀掉他 而是选择了放过 时时的恩真 早已不是曾经那个 能写无情的大姐大乐 影片的最后 恩真在小金居民 不舍的目光中 打算重新回到 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时 志贤找到了他 两人骑上恩真 心爱的小摩托 一起向着远方而去 相信拉面馆 在恩真和志贤的经营下 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到这里 请忽略 我有普通话 感谢观看